那今天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多维宿主啊 多维宿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宿主成员里面 还有宿主是吧 宿主成员是由宿主组成的 是吧 这个是多维宿主啊 那么大概的就是说 我们了解一下吧 这个多维宿主可能用的最多的 可能就是二维宿主了啊 如果是在什么三维啊 四维可能就没那么复杂了啊 这是什么呢 如果那么复杂了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数据结构有问题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多维宿主啊 看这个二维宿主啊 好 这个是多维宿主啊 好 多维宿主 然后看一下啊 多维宿主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宿主里面的成员 也是宿主是吧 好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什么呢 挖一个什么呢 挖一个什么 A list 是吧 这是直接量来创建一个宿主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是一 窦号二 窦号三 窦号三 是这样子啊 好 第二个成员也是宿主 是这样子啊 第二个成员也是宿主 比如说这里面是 啊 A 是吧 然后窦号什么 B 是吧 啊 窦号什么呢 C 是吧 好 比如说啊 在第三个成员是吧 第三个成员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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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面啊 啊 仍然是什么呢 也是数吧 是吧 也是数啊 比如说这个是六七八啊 这样子是吧 好 那么这样一个宿主的话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 我们操作它怎么操作是吧 怎么操作它呢 是吧 比如说我想操作它的 它里面有几个成员 一样的是吧 比如说弹出它的这个什么呢 里面的A list 里面的这个lens 看一下是吧 好 lens啊 GCH是吧 好 那么这个成员怎么样呢 弹出一个三吧 就表示它这个成员里面怎么样呢 有三个是吧 这个数字里面有三个成员啊 成员的话还是数字是吧 好 这是关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里面的 就是第一层的成员 有多少个 是不是 第一层的成员有多少个啊 好 假设说我想看它里面的 第一个成员里面的 这是一个数字 想象它有多少个是吧 那么怎么看呢 就是什么 就是 A alert一个什么呢 A list是吧 然后是什么 零吧 零是吧 零先把它取出来 然后再谈它的lens吧 好 lens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假如说这里多给一个吧 给个四个是吧 好 好 这个再看一下 是吧 那么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好 这个的话什么 就是四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四个啊 好 如果说我想操作某一个具体的成员 是吧 比如说我想操作这个A 是吧 想把这个A拿出来 那么怎么拿 就是A alert一个什么呢 假如我把这个A弹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是什么 A list 这个什么呢 1吧 1完的时候 这是指的它吧 它里面这个A是吧 那么就是零吧 0啊 好 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是多为数据 看一下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四 现在是它的几个成员啊 然后是把个A弹出来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多为数据啊 好 多为数据的话 那么在后面用到的时候再说啊 差不多就这么多啊 其他的什么 用法是一样的 是吧 只是你这个下边要怎么样 要多写一点 是吧 下边要多写一个啊 就落到具体的数据里面 就按数据一样操作就行了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多为数据